你什么 曼陀在宫中受到了般若的责骂 回到独孤府把气都撒在了王室头上 王室气得要走 曼陀自知理亏赶紧跪下挽留 王室这才回心转意 并让曼陀给礼宾写信 诉说相思之苦 才能稳住现在的地位 另一边 杨津已经找到了夏哥 得知当年挫驾之事 都是曼陀一手安排的 周荣坚主子仍无法狠心 便拿出私字解下来的一封书信 正是曼陀写给李炳的家书 杨洁决定在独孤府与曼陀再见一面 搞清事情真相 曼陀打扮得花枝招展 前来会见杨洁 而杨洁不为所动 故意告诉曼陀 自己对他并没有忘情 曼陀一律得意 顺势靠近杨洁怀中 辱骂李炳为老匹夫 言语不堪入耳 杨洁冷冷一笑 逃出了曼陀的家书 只问他为何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随后气冲冲地 揪着曼陀的衣袖 将他领到独孤性的领位前 让他当着父亲的在天之灵 发毒誓 曼陀见诡计被拆穿 不管不顾地 一把抱住杨洁 不巧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回家的加罗撞见 加罗不明就里 索性再次赌气离开 郑哥哥 他不相信我 他还居然不相信我 我 我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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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也不帮帮我 万幸的是 独孤府的管家 及时将加罗的消息 告诉了杨洁 杨洁追上前去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解释清楚 和加罗重归于好 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 这辈子只爱加罗一个人 加罗平安归来 杨洁赶紧带着他 进宫见班若 加罗娇滴滴地依偎在大姐身边 满脸甜笑 告诉班若 这次相信杨洁 是真心实意地对自己 还想方法 帮杨洁开脱 班若看着 这对小夫妻不再吵架 便也放下心来 祝福他们 早些原房生子 回到府中 杨洁开始张罗这布置新房 准备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加罗娇羞地低下头 和郎君打情骂俏 于文雍此时来到屋外后门 听说加罗和杨洁 兵士前贤 也感到很欣慰 他前来告诉加罗 为了避开京城里的闲言碎语 给加罗一个清静无忧的生活环境 自己准备去蒲州上任 远离一切 说吧 于文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临走之前 于文雍前去看望丽华 这一幕被秋辞看见了 秋辞赶忙将此事禀告曼陀 曼陀胡乱猜测 认为这一定是宇文雍和加罗的私生女 他故意将此事告知杨坚 并且带着杨坚 来到能看见独孤府别院的高处 远远地看着别院里的女娃 杨坚气得冲到宇文雍府上 责问丽华到底是不是宇文雍之女 与之后事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